现在首先来聚焦到的是火警意外 高雄市凤山区的新安街 在今天凌晨发生了火事 住宅一楼起火 一家湖口救出之后送医 其中念高中跟国中的兄弟救出时 没有了生命迹象 紧急送医治疗之后哥哥不治 弟弟是恢复了心跳 但起火原因为何 还由这消防局调查当中 起火的一栋三层楼的透天建物 顶楼加盖铁皮 这火事疑似从一楼燃烧 而确实的起火原因 人带调查 另外要看到在高雄里亚区 三多二路的一家二手商店 昨天晚间传出火警 这火事烧得猛烈 由于临近光华夜市 周边人车来往 警消是不敢大意 立刻前往管救 红通通火球不停往上窜 农烟直窜天际 这里是高雄里亚区三多二路的透天错 可以看到三楼窜出了火光 还有农烟 消防车火速的赶来 布水线抢救 就在晚间八点多的时候 这里传出了火警 周遭的住户也纷纷跑出来看 警消货报后立刻出动了 使车二十六个人赶赴了现场 由于这个火灾发生的地方 临近光华夜市 周边有不少的往来人车 警消也不敢大意 幸好起火这栋透天错 并没有住人 火灾发生的时候 没有人员受困里头 而这家是二手货的商店里头 摆满了二手的杂物 因此加速了火势的蔓延 在三楼 在三楼的那个储藏间的部分 是烧家具杂物 我们也是立即将它火灭故事 消防队员在今天晚间 八点五十五分的时候 将火势给扑灭 没人居住的透天错 怎么会突然期货 究竟其有原因是什么 火雕客人员 也将进一步厘清调查